字幕时间 这一节是保性证券特异的小炒仓 回到来的节目时间 市场回到来 现在跌着57点 25868点 成交是242亿多 今天星期二的嘉宾是林sir 请林sir出来 林sir 早安 你好 我出来了 我出来了 林sir 刚刚 美国方面加息 但今天 我见到一些联储银行 出来的行长 又说不要加得这么快 芝加哥那边 因为他说 经济数据还未成功 之前挺英雅的 还有缩表 但现在整个加息的情况 你看完之后 因为上星期提醒我们 不要掉以轻心 有可能 虽然大家预了加息 但市会调一调 真的 都调了下来 跌了三百多 是的 跌了三百多 那现在又怎么办呢 现在 其实对美国加息看法 我个人看法 其实美国 暖储局很大师宣扬 它由现在到年底 是会加一次息的 嗯 其实它的用意 就是我想它心目中想 应该它现在到年底 是应该可以加到 两次或者三次息的 是 是 正正其实现在的加息 说真的 现在加息 其实对于经济实效 大不大呢 因为它每次加0.25 其实就 你说对经济收缩 就不会有一个 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加息大都是一个 心理上的影响多一点 嗯 而美国也是正于做这一件事 嗯 那现在打个比喻 就是其实美国联储局 因为确实它的经济表现 不是太好 不能够加很多食 那 就是好像它手上的子弹 只有两个 嗯 但是呢 它又要做到一个惊涉的效果 嗯 所以呢 就慢地和大家说呢 其实它手上只有1个子弹 是 但是呢 其实它心目中知道它是有2个的 嗯 所以我看回美联储的布局就是这样 应该现在到年底呢 美国可以再加超过的次息 而且现在美国大部分的资产价格 pricing 由现在到年底就是加持息 嗯 如果它再走出了这个轨迹 就可以得到它的效果 令到经济是 过热的情况是冷却了 嗯 那我对于上次 议完息之后呢 的看法就是这样 哦 而应该 嗯 美股嗯 嗯 暂时当然交完息了 进入一个暂时平稳的期间 不过现在到年底呢 嗯 希望会有一次长些少的调整期 嗯 因为美股都很信封上水去到2万 那不关我事啊 哈哈 以它是动的 那么啊 加息那里大家再留意啊 一个半月之后 那至于另外今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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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一只都是ris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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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星期都說其實很奇怪 Risk升得很厲害 因為Risk Supposed 就跟價值是 息口越高Risk 一般來說 價格就越不看好 但是剛剛加完息 有些不明朗因素消除了 說不定這幾個星期 Risk會做得好一點 所以拿Risk出來說 這隻Risk 其實是老爺Risk SN New Senior Investment Group 打出來了 大家可以看了 SNR 其實這個名字都很糾結的 因為又要senior 即是給老人家 你知道現在很多銀行都有些senior櫃櫃 是 銀發足 我們是不可以選O的 OLD是不可以的 senior 但是好像senior有一點點 又不太好 為什麼又加上new 又new又senior 它其實是派十幾七色的 當然這個是個案息律 另外 你其實見過技術形態 它是一個長方形的上落市 你看回一連圖 長方形的上落區間 近日是突破了 技術分析確實不錯 雖然它是Risk 照看 而其實它做個行業背景 那它做什麼呢 其實它在統領萬多個床位 你當是老人院床位 好賺喔 你可以這樣說 其實就是 在香港 都有上市的 是 香港有些 上市公司都是做老人的服務 但是 其實於美國 老人服務的前景 不比香港差 根據美國的Medicare Center 這個官方的組織 美國人對於養老的支出 是佔它National GDP的17.8% 在2012年 和annual growth是5.8% 這個數字是出自美國官方網站 但是大家我想 在於香港 就算不去滴堤 都感覺到這個數字 都不會差得太遠 是 只要看回香港 香港的數字 是沒有那麼早期 遇到美國 不過香港在近年 其實在於政府 對於長者的醫療支出 由以往的每年3.1% 它的預算都升到每年5.3% 而公營的醫療服務 開支佔政府 總開支百分比佔14.5% 其實這個數字 我想以很多人來說 是覺得少了 但是怎樣都好 我想你都明白我想說什麼 那些年輕人的生意 除了叫它附個買樓之外 那其實下一步就是 找個床位搞搞它 那都是有得想 如果你想把當中 投資經驗機遇 可以想想想 會不會收拾倉 還是還是留意著 倉位的不動 下個禮拜 這個禮拜 原本都有個意欲想收拾 但是一打開WhatsApp 那又見到原本你小編給了一張圖 是因為我的問題沒有鬼了 那你叫它再寫 小編才字 我再看看它 那我們希望坐到兩萬二點了 希望 啊 杜子 杏子 不是是杜子 不要怕 我是說杜子兩萬二 是 嚇倒了真的 杜子兩萬二 好 坐到杜子兩萬二 希望到時再收拾 好 有些錢 舔一舔 再計算 好 好了 跟林Sir談到這裏 林Sir的推介 是醫療Risks S&R 小編都打了個Code給大家 跟林Sir談到這裏 多謝林Sir 叫小編聯絡你了 Thank you Bye Bye 好 跟林Sir談到這裏 小炒倉都要收拾一下 不過小炒倉 明明明想著12元 沽鬼了一隻358 因為跟指數等等 跟大市相關比較大 做不到 現在是11.82 又回到星期五 那時的位置 又是等一會 下午看看會不會彈好一點 才從小炒倉沽出來 我也是買個保險 我又不是說一定會射到離譜 但我買個保險 等它如果是回的話 我都比較安心一點 不用把小炒倉的風險 搞到這麼大 先回答一些問題 很多人說 原來這一塊的陳皮 值這麼多錢 原來值5000元一斤 但很輕飄飄 我不知道是否值這麼多錢 但真的很香 原來擺多30年 60年就會變成這個多少錢呢 變成兩萬多元 嘩 發達 不如儲存陳皮吧 我相信小編應該想儲存陳皮 她對於這包油口師很有興趣 這包就是我媽媽預備給我 今天喝的 大家有興趣呢 陳皮那些再跟我說 會不會更厲害 陳皮我又不太懂 令類投資可能已問火療心才懂 我先回答一些問題 看看有哪些 440很多人問 不知道大家為何 別人說到明派息才會想 440 大新金融 這款我沒有推介 例如大新 如果大家一直跟蹤小炒旺 我推過2356 大新銀行 12元多 去到19元 那時因為內地人欺負香港銀行 隨手就估計 吃了之後 我沒有再回頭 現在說大新金融 因為出售了大新人壽 然後會派特別息 約6元多 很多人說很想收息 我先幫大家釐清一個概念 隨正會在股價上扣錢 例如大新金融現在62.7元 例如我派7毫子的話 隨正那天就會變62元 所以羊毛都是出自羊身上 如果你說我到時想收6.6元 其實是否6.6 我沒有記錯 它都會變回56元多 56元多 其實都是照扣 所以你在想收息的時候 千萬不要在別人公佈 派特別息那天去告罪 千萬不要做這件傻事 因為所有消息 就是在那段時間發酵 股價就爆了上去 因為我想收6.6元 然後大家吐下去 就像中銀香港 當時派特別息 又是大家全部推下去 電能又是說明回才買 沒有人跟的 是要告罪人 大家是用來收息 就不是用來炒過現價 所以其實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好 很多都是女生這樣問的 因為女生都是喜歡收息 賺錢買花帶 收了息買手袋都好 你管我 總之不是老公那些錢 如果你真的很想買 你就等她回 回到20千錢才好想 20千錢是61元 這樣才好考慮 如果不是 你這樣都是很薄的 未必有肉吃的 你一來一回 別人拍6.6元給你 但股價跌下去 都一樣 今天就回了 因為昨天有這批喜歡收息的人 推上去 推到到64元 今天就回回 哇一帶就達1元 但額額又變了5.6元 很不花算 所以是回 或者你長期持有去收息 去沸大去才有 你可能买过年年十送一红股 你还有一颗息 你每年一万股 年年十送一十送一 你再存10年 已经有再翻一翻 买收息股是这样计算的 不是人家突然派特别息 就去买一颗收息股 但如果你说我真的很喜欢 说了罗上配GBBU 你听重温吧 你买了一年是否在说440 很多人问 不是你问 你买了一年当然等收 你买了一年只是等这次 当然等收 但人们未买那些怎么办 两边的想法 Gb3333已经说了 你转头可以再听重温 他就说14个多买15个多走 恒大就不断地玩这1元的 range就算了 记住收息 赞、应、拼 记住买了一年 真的拿下来 赚息赚价 很厉害的了 恭喜你 我自己喜歡的2356 都是只有16.5元 和當年的19元 都真的相差甚遠 所以就沒有再買這款 440又回答了 4條3又回答了 1788 還有很多朋友喜歡問 我現在就有少少轉軚 喜歡665多些 因為國體軍安的媽媽 沒有公司上市之後 我就一般 有兩隻給你選擇 好像交銀一樣 交行和交銀國際 3328、3329 只是升的3328 3329也不升 我就擔心它會這樣 所以我自己現在去買 本地券箱的時候 我都不選擇 不過它現在 其實在圖表短線上升上來 它下一個阻力就是2.6元 你買了House 2.6這個位置 今天買盤相當積極 現在的大口全部排在這裏 等買的 都可以先看著2.6這個位置 1029鐵貨 鐵貨會得很急 不過現在就像在繞軚底 10天線剛剛接近20天線 是接敏的狀態 下角阻力位 1029會是2.8的位置 又看看資源股 先炒不炒才考慮 即是1029 通常我都是 一拼資源股 一抽上去 才會把這個 因為本身幾毫子的東西 業績又不是特別好 就算最新 現在說到 K&S以超過8成的產能營運 其實都不是什麼大件事 即是你要買 都是買龍頭 3993 上轉賺了3號 即是3993 都一成 但1029的敏感度很高 它可以升得很快 我會這樣用來搏 但如果你說 我一直是上次4毫子這樣坐下來 那怎麼辦呢 等下 如果你是4毫子這樣坐下來 真是不幸運 上次不走 下一個阻力 在2號 8、2號 9 在那條50天線那裡 若然幸運資源股是有些聲勢 它就會去到100天線3號半指 那些位置 我告訴你 然後看看 763 其實我上次選了762 沒有選763 763 繼續是不斷有北水買的 那我就覺得 北水買的不用管了 即是跟勢就算了 不錯 現在是升近百分之一 最高創新 創了52週新高 是18.08的位置 現在是17.94 升近百分之0.7 繼續破頂就不用怕 繼續可以拿 但如果你說未買 我就建議你回回10天線 17.3才考慮 那裏上車你會安心一點 好 接著 698剛才搭了 1428搭了 460都當搭了 460四環都是有北水支持的 不過今天就會 因為其實都差不多兩至三天 北水支撐那些很短印的 兩至三天就完結了 所以第一天看到有北水玩的 都還可以玩到第二第三天 但如果第三天你還看到 北水的榜 我昨天忍不住 66334386 很多人都還問我 拿東方財富網戶 有港通和深港通的連結 那條連結 即是沒有聽過我說的 我受不了 我就給他 給他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看 有些人真的看 有些人看完之後問我 其實是怎樣看 哈哈 好笑 他都問我怎樣看 即是可能我要出個教學 就做個影片 開回那個網站 在這裏按 這樣 有些是很好的 有些就說 其實看到在第九、第十位 應該好像行安一樣 都可以賣 他的觀察力都比較好 如果你說 把連結都不會看 我都擔心你投資路上 遇到多重的困難 但呢 毫無止境 雖然剛才 不是說拿出來給大家共賞 即是 真的要 除了看節目 找多些輔助的資料 看看 究竟股市發生了甚麼事 即是因為每天這樣吸收 股市的東西是累積的 即是 永遠都學無止境 我這些都是 非常之 短股靈的朋友 一直都在學 自己真的每一天 現在沒有人看報紙 我知道 但是呢 以前我是每天 早上七點鐘 看幾份報紙 又學一些甚麼經濟懶知識 我就不看書 以前做閱讀報告 我都是很懶 看幾版 就寫一份 都拿到分 如果真的很不喜歡 看資訊的話 你就永遠都是 留下 你永遠都是 比別人 但是 知識都是累積的 每天看些 每天看些 就算你走去Google 走去Yahoo 你都會學到 除靜點解 看看別人的教學 就會走得比較遠 如果不是 一直在這個層面 不停地定住 就沒有甚麼進步 除了看我們Tasty Money之外 聽聽號碼之外 都可以 看看投資心法 或者看看 人家究竟 國際大使看哪幾單 都不要太落後 即是 跟別人 跟同事吃Lunch 說一下 經濟大使都威過人 不只是說 買衣服買鞋買袋 打機 所以 都可以 這些事情要累積一下 你不看報紙 真是 很悶 現在都不流行 都可以上網找 手機 隨身攜帶 乘地鐵 除了打機 看劇之外 都可以找些財經知識 不要浪費了自己的時間 現在市場跌30點 25892點的位置 410想收息 怎麼辦呢 就是Soho China 收了息 特別息都已經 除了剩 也差不多派到落裡袋 可以看看何時 6月15日已經派了 你說 還想收息 何時收呢 就要等到9月 今年的9月 才有另一次的息收 既然已經派了 等到9月 我6月當然不買 我們先等下 Soho China 現在是升1% 3.76 5點看報紙 是阿伯來的 神韻 但你準不準 Chan Anson 另外215 215 之前的北水都買得挺行 這隻走得挺好 走了10天 這隻真是北水例外 現在是2.78 正升1% 這隻也有息收的 也有4厘的 怎麼看呢 抽到這麼遠 真的不懂看 10天線會有拉力 所有股份都是 因為抽升完之後 10天線會有拉力 拉下來 10天線在2.6 左右的位置 如果你未上車 就考慮2.6 才想 但你買得215 315 數碼通 和記香港 那些 就不要預料很刺激 如果你是一路買上來 好不好吃股 真的很難說 這些升上來 不能夠股頂 上一次 其實他2016年9月 2.78 頂今天是破了 下一個頂 我想都幾大阻力 下一個頂是2.98 先看這個位置 未上車到2.6 如果上了 就2.98 才想想 然後 3339 中國農工 Samantha應該都在推介過 跌1% 2.32 套表 20天線 升穿了 10天線 但幾天都沒有和和和和 沒有什麼表現 要不就回到2.2 才考慮買入中國農工 之前的勢太厲害了 這期回了下來 未上力 所以不用考慮這隻 中國聯數2.128 星期五那天 都已經考慮要沽 好像排不到我 但5.88 他昨天穿了20天線 其實不漂亮 10天線又跌穿20天線 唯一 如果你說我對他有信心 我看到Troipus 對2.128很有信心 就50天線 要看去到5.45 但我不建議你這樣等 因為我看時到下雨 如果5.45 是3號 現在這樣 可能要先沽了 WingFat 將你2.6 你2.6 炒收購 炒收購 才升得2號 慢了些 先看2.9 WingFat 可以留意 什麼看南極圈 笑死我 你也有些年齡 Fish 你其實叫Fish 特意隔一隔 南極圈 即是有些報紙的年齡 否則 都不知道什麼叫南極圈 好了 市場下跌38點 喉嚨開始乾爵 能回答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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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海怎樣 繼續開 沽倒就沽 1579 現在是4.23 升至0.7% 不能回答多少 如果你分享了 我沒有回答你的 你WhatsApp 我回答你 留一個口信給你 沒有拖保險 明天有新一日 明天4點半 剛才笑編好 把我的訊息 都copy給大家 4點半 凌晨4點半 即大家是熟睡中的時間 就會公布究竟能否入到MSCI 明天回來開市 就會知道 究竟市場是龍是鳳 今天談到這裏 市場是25884點 下跌40點 如果你覺得想聽小炒王的 就減一下磅 如果你說堅持自己幾件 就隨得你 我的建議都是繼續在高位上減磅 談到這裏 明天同樣時間 繼續Tasty Money 拜拜